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号星期六 中国政府几百亿美元的补贴华为 华尔街日报发的新文章 他就说在探讨华为是怎么在美国的重锤之下强势回归的 其实看了之后你会感觉一点 就是说华为最后变成了美国一个遥遥领先的预言 你知道吗 他一直说什么中国政府支持华为 我们要避免 华为要为中国政府为中国军方去服务 对不对 在那之前也许有 但是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也不是很多 其实华为那时候还是比较强调 就是说要独立于政府存在的 但是现在的华为 已经完完全全就成了美国最不想要的那个样子了 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 因为他这样子 美国才能这么做 还是因为美国这么做 才导致他这样子的 所以你很难说清楚 不管怎么着 他说五年前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了最严酷的制裁 但华为在这几年里边 依靠中国政府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支持 华为在高端智能手机领域现在强势回归 在整个过程当中 一直标榜自己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华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中国政府国家领军的企业了 变成相当于一个国企了 说华为帮助中国政府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这是中国政府叫消威行动 什么叫消威行动 就Delete America 就是消除美国 A就是美国 消除Delete America 消威行动 旨在消除中国境内的美国技术 华为的复苏说明了 美国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 何其艰难才能够实现 他这个文章到最后 其实基本上他就挑明了 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当初遏制华为 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他东西都是借口 其实已经挑明了 而且就是说之前的华为 其实反而不是他害怕的那样子 而现在的华为反而成了他害怕的那样子 知道吗 所以这个文章端中你就觉得 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你知道吗 美国的敌人到底是原先就是敌人 还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创造的敌人 你包括现在 其实以前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 其实之间是不合的 现在美国把他们搁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逼着他们统一在一起 逼着他们去合作 真的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一个敌人出来 去年华为2023年利润增长的一倍多 为20年来最大增幅 公司三分之二的收入都来自中国国内 美国华盛顿方面正在关注华为的科技进展 一位现任的美国官员表示 华盛顿目前正密切关注华为在自主研发 自己制造的半导体方面的能力 后面肯定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来遏制中国人工 来中国来遏制中国制造人工智能的芯片 因为这些芯片最终会给中国的军方带来优势 任正非在去年的一次公开演讲当中 他回忆到他说华为的一位高管曾经跟任正非说 他说美国人搞不明白他们不明白 他们这样做他们对华为这样做 他们对华为的一棒打下去 把一个最亲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反美的人 去年的时候我也说了一句话 你还记得吗 当初谁不是亲美的 真的 当初谁不是亲美的 对吧 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的 其实连普京当初都是亲美的 对不对 普京当初其实是想加入北约的 对吧 普京当初都是亲美的 对吧 但是最后没有想到走到这里 那么从华为遭制裁的第一天起 中国政府就开始支持和补贴华为了 那你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但是之前其实并没有 是因为你制裁了他不得不救他 对不对 报道说2019年的5月16号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的当天 华为总部所在地的深圳的市政府 他们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 名为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 专注于半导体领域 投资晶圆制造工厂制造设备和材料 以确保华为获得足够的国产芯片 和其他技术的这种供应 当然这个来讲我觉得也有点牵强 他认为就是说深圳市政府注册了这家公司 搞了这个论多为了支持华为的 其实这个很难这么说 关于这次三中情话我们也说了 就是中国政府其实希望地方起地方政府变成一个这种天使投资人 你懂吧 就跟深创投一样 自己去创新去投资 然后通过这种股 通过补贴创新 然后最后拿股权去挣钱 都希望这么搞 让他们去 你说深圳政府这么做的话 是为了自己挣钱 是为了想用国家号召 然后自己去自主创新 还是为了华为 其实你很难说清楚 所以说你说深圳市这么做 完完全全都是为了华为 我觉得也有点那什么了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整个中国的半导体和芯片产业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还行 对吧 因为你要华为一家就代表整个中国 这个其实也不现实 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但是反正现在的郁佳之罪 何万无私 所有人都加给华为 说据知情人士透露 深圳的集团成立了两家公司 包括一家芯片代工厂 他们都聘用了华为的前高管 因为华为他以前有一些技术人员 其中一家公司从华为获得了十几项 专利技术转让 知情人士一生 华为人力资源的经理 从询问公司高级研究人员 是否愿意到深圳的实体工作 并且承诺如果转职的话 可以维持所有原有的福利 整个转过去 官方数据显示 这个产业投资集团成立之后 深圳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在激增 一家由深圳市政府控股的新公司 还收购了华为因美国制裁 而陷入困境的智能手机业务的荣耀 一位知情人士说 说这笔交易就单单这一笔交易 就几十美元 这笔现金让华为 把荣耀拿过去 把这千金给华为 让华为得以搞活其他业务 包括相当后面 Meta系列的高端手机 都是靠这几十亿美元搞的 过去五年华为还总共获得了中国政府给的30亿美元的补贴和支持 刚刚那几十亿是地方政府跟他买中药的 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还直接给了他30亿美元的去搞研发 那么占他整个研发总支出的3% 而且美国也在提供大量 当然他也承认就是说 美国也在提供大量补贴 以鼓励本土的芯片制造 但是他说不一样 就是说美国也 你看包括像台银这些外国公司 你到美国来的话也可以获得这些补贴 当然中国就问到我中国公司去 你能给人家补贴 你懂的意思吧 对 你不还是 你还是有选择的 对吧 中国政府指示公共机构要增加采购华为的软件 芯片和移动设备 在中国政府的这种政府的工作场所 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实际上已经不能使用苹果的iPhone了 华尔街日报发现 因为就是说iPhone可能会有间谍情况 现在很多官员 基本上就躲开了 尽量就没有必要 就避嫌 但是他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指示的 但咱不知道 华尔街日报发现2023年有超过 反正据我所知 不是 我认识有在中国 就是说在政府公司现在工作的公务员什么的 还是可以用iPhone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华尔街日报发现2023年有超过300份政府合同 政府的采购合同当中明确就指明了要求购买华文 华为的昆蓬处理器的服务器和其他的技术设施 合同总额达到了50亿美元 说你看地方政府补贴了几十亿 中央政府补贴几十亿搞研发 然后又跟他们买这些以昆蓬处理器的这种服务器什么的 又给了50亿美元的合同 还有一些合同将华为 处理器的列为少数几家首选的本土供应商之一 中国国有的无限运营商 以基本停止从瑞典的爱立信和分联的诺基亚采购设备 即使其中一家的合同价格低于中国公司 但是 反正他说这也是中国政府指定的 不让买爱立信和诺基亚的 只要买华为的 说即使便宜便宜也不许买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 华为避免了会导致研发部门遭重创 或人才流失的大规模的开支的缩减 按说被美国制裁之后应该 但是并没有 去年 华为为整个研发支出了230亿美元 其实即使在上市公司这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在华为的20.7万名员工当中 有一半以上 十几万都是从事业研发工作的 据知识人士透露 华为正在牵头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 开发中于先进AI芯片的内存单元 目前中国有11个国家 AI数据中心都在使用的华为芯片 这些其实加在一起也差不多也要值个几十亿美元了 所以过去5年 中国政府还通过各种国家支持的基金 与华为同步投资了20多家芯片相关的初创公司 就比如一些跟芯片相关的初创公司 然后华为有需要的华为投资了 华为投资之后 中国政府也会拿基金也会投 也会占股占一部分股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现在整个中国政府 将把自己变成一个天使投资人 变成一个就是说这种鼓励创新的 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投资者 你知道吧 所以其实很难说 到现在来讲也没办 但是你说你怪中国政府 你现在芯片你也卡 什么你也卡技术你也卡 软用价你都卡 你这时候 他如果不自己去补贴这些的话 他怎么发展 而且还是的话 你不也补贴你自己国内的这些高科技公司 对不对 你的电动车你不也补贴 一定要补贴7500美元 对不对 你的芯片你也在补贴 你以前都在补贴 他也补贴 你也补贴 那不就 你说 反正就是说你补贴是对的 你的钱都是民主的 他的钱都是专制 对吧 反正最后你只能就这么说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这新闻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想想 就是说我们其实能一下想一想 就是说 华为是美国创造的一个对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拜建国同志拜登 我就说将来中国芯片如果真的搞出来了 中国芯片产业员的门口就要立一个拜登的雕像 中国芯片之父 真是不开玩笑 这完完全全是被逼出来的 其实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不逼的话 他们其实都不想搞这东西 对不对 其实以前都不想搞这些芯片 懒得搞 都是被美国逼的 不搞不行的现在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